HELLO 聊四季 天移動心 大家好 我是NELL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薩拉斯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芳的文明選擇的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擁有的特色是他的建造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再來他的火器的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文明 所以他不管是出火炮、火槍或是西班牙的征服者 這攻擊速度都是數一數二的快 西班牙人除此之外後期可以轉出遊俠、疾兵、戰狼、大陸馬 這個設定的部分是完整的但是沒有任何特殊能力 西班牙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馬國式的打法 會更適合西班牙人 接下來介紹一下薩拉斯人 薩拉斯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市場很便宜 而且他的買賣的手續費也更便宜一些 買賣可以獲得更好的價格 所以有一些特殊打法薩拉斯人是可以用買賣 生時代或是打一些極限配置的 但現在這些極限配置買賣流已經被淘汰掉了 基本上沒人在用了 薩拉斯人他的後期主要是打這個奴隸兵、馬功或是步功 都很適合 他的駱駝也是遊戲裡面血量最多的駱駝 他的生旅點下銀罐技術狂熱還可以增加範圍補血能力 所以薩拉斯人的後期打生旅戰駱駝大衝車 基本上要有什麼有什麼 但他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這是薩拉斯的一個特點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手 那介紹一下這位紫色的選手 是俄羅斯應該是算第一高手了吧 Dark 那Dark他最近改名了 變成DarkAoe 他有在Twitch開牌 所以他有興趣的觀眾 也可以去Twitch搜尋他的名字 那藍方的玩家呢 是中國第一高手 Yo Yo最近分數也是很穩定 但我最近看他不在打團戰 比較少打單挑 看到這場覺得他打得還蠻不錯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西班牙人在中國第一高手會怎麼打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這邊的經濟配置 這邊的經濟配置前面是三個人伐木 然後早早開下了這個模仿 然後果子呢 這邊也是一個人在吃 說的話一樣全部在補 然後這邊應該是會補到四個人去吃果 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不把所有的村民都不在吃犀牛 或者是吃在路上 其實 世紀立國有一個 比較尷尬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這邊吃豬的人 超過八隻 九隻十隻 十二隻的時候 你的村民會為了要吃這一坨豬 走來走去 浪費很多時間 所以大家有研究出來 大概是七到八隻去吃豬 然後四個人或三個人吃鹿 會比較適合 在更多人去吃的話 當然吃的速度會比較快 但你的村民會有可能因此走去互相卡位 浪費採集資源的時間 這個是比較細像的東西 可能新手們不太需要注意這個問題 但比較好記得的方法 就是七到八個人吃豬 三到四個人吃鹿 這個是不便的 這邊看到西班牙是十九匹 點封建十代 十九個村民 然後點了雙伐木場 這邊是十人伐木 十人伐木的話 很有可能是直接轉攻冰開了 但他這邊也可以轉肉馬 肉馬轉攻冰也可以 也可以攻冰轉肉馬 那為什麼可以轉攻冰 是因為 他這邊轉攻冰的話 是雙伐木場 木頭需求是很ok的 但他這邊配石墓 可能是想要先早點下農田 把這個經濟先拉起來 沒有關係 那我們這邊看到又是打肉馬開 那我們來看一下薩拉森 薩拉森這邊也是肉馬開 然後補了一個四級 這個四級叫75木頭 非常省 還是100木 有點忘記了 我只記得他的四級非常省 好 那這邊兩杯都是肉馬開 那薩拉森人賭了一個槍兵 那現在薩拉森的肉馬 是有數量上的優勢 這邊稍微且打且退 對 那又這邊利用高地 反擊了薩拉森的肉馬回去 繼續追逐殘血的 等著槍兵過來 避退了西班牙的肉馬 好 那這邊應該不會轉攻冰了 這邊就一直撒農田就好 因為他已經點了一幾農田了 這邊肯定是多撒一點農田了 會對自己的經濟優勢更好 好 好 那肉馬過來六隻 這裡有個鬥有機會補 可以 好 上方繼續圍 這邊圍非常大 好 左邊圍石 現在西班牙人人口來到30 兩邊的TC閒置 都只有一點點 一個是1秒一個是6秒 頂尖的職業選手 城鎮中心的閒置時間 非常的短 短到不可思議的那種 好 那沒意外的話 不會去補射箭場 直接升這個城堡散 因為兩邊的肉馬消失不多 而且對方出馬的情況下 你工兵要在城市 你會有點困難 然後什麼情況才需要轉射箭場 當你的 當你的肉馬被殺的差不多 然後對方轉工兵 工兵配肉馬的一個情況 你才需要轉射箭場 那這個情況就是兩邊肉馬互打 只要對方沒轉兵出來 都還不太需要太擔心 這個肉馬的潛壓方法 你就只需要出肉馬跟強兵 基本上就能守住了 好 那西班牙這邊點下城堡時代 但是這邊薩拉森人賣石頭點城堡 這邊用一個經濟流買賣 那這對於薩拉森來說 賣石頭上城堡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畢竟他買賣價格更便宜 更有優勢一點 待會要開城堂中心 再買一百石頭回來 繼續開城堂中心也可以的 那這邊是直接點了一級挖金 攻擊力馬凱 都補下了 這邊利用高達第一盤打下這邊的肉馬 這邊肉馬損失了一些數量 薩拉森人這邊數量來到了四隻 又補了一隻過來 但是槍兵也過來防守 沒有戳到 我怕兩邊反應都非常快了 薩拉森人這裡補下了耕種技術 增加一下肉馬的跑速 這邊買賣一波 買了兩百石頭 一三二跟一三四黃金而已 算是蠻便宜的 趕快補下城堂中心3TC開農 那西班牙這邊他的特點打法 是要打這個寶兵 西班牙征服者 是西班牙人城堡時代的一個大殺器 不管你是要打對方的弓兵 或是要打對方的騎士駱駝 都可以利用拉打的特性 去一隻一隻收掉 所以西班牙人的打法 有點偏向於緬甸那種感覺 飛鏢習兵加上西班牙征服者 類似這種打法 西班牙人他這個吸針呢 通常都是要用戰毛兵 或是弓兵生女去解決 那弓兵跟戰毛兵的數量也要夠做 最好的方法可能還是要出生女 給對方壓力 那如果用生女去招響對方吸針的話 就只能祈禱你的子彈射得準一點 才可以射到敵方生女 那大概四隻吸針就可以出門了 因為你四隻的話就可以弓死一隻村民 其實三隻也可以喔 那我是覺得四隻會比較穩定 四到五隻 好那這邊又是選擇了五隻出門 好 再來沙拉生人找進做好應對 生女已經按了出來 弓掉了一隻肉麻 很麻煩 直接弓掉 哇靠 五隻吸針的話就不會砲槍了 不會砲槍的吸針就不用擔心生女的問題 所以雖然山村可以秒殺一隻村民 但是還是要顧慮到要怎麼反擊對手生女 好那這邊 沙拉生人的打法是打一個3TC 看龍轉生女落頭的一個壓制打法 那這樣的好處是喔 讓對方吸針一直彈自己的落頭 不會彈到自己的村民 而且生女呢 也有這個遠距離招響的特性 可以給對方壓力 這邊生女是撿到了一個生物 還有第二個生物在這個地方 好那沙拉生這邊駱駝血量天生就有優勢喔 145滴血 非常的多啊 所以出駱駝硬檔是很OK的 唉唷 但是西班亞這邊轉出了傳教室 那這個傳教室呢 是射程比一般的生女 轉了兩點射程 但他是起鋁子的關係喔 移動速度很快 這邊直接點射掉兩隻生女 來看一下這邊細節操作 哇三隻生女瞬間被射倒 好只被遭響到了一隻西班亞征服者 好三隻駱駝加上肉馬 一直往前壓 這邊這根堡應該是蓋開起來 丟了這邊堡壓 策略好像被阻擋掉了 那為什麼現在西班亞征服者會被鴨子打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Duck這邊駱駝出的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然後生女也一直暗 而且還轉了一些肉馬去針對傳教室 對應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一直沒有讓西班亞征服者的數量成型 只要讓西增一成型 會讓Duck非常難打 但是又不能讓Duck這邊過得太舒服 因為過得太舒服他就能上去了 通通打西班亞征服者 你的村民術已經會落後對手 你現在已經落後20吋了 所以他已經要用西增一直去炫耀 但沒想到Duck這邊直接 果斷的 出了一大堆的 駱駝 這個經濟真是控的很好 居然這樣按只斷了大概三分鐘的村民 駱駝駝馬數量生女都一直在按 沒有經濟加成的為名 可以這樣打 很不容易 可能剛剛有在買賣喔 沒有看到 殺生人的話 那如果缺經濟的話 一直買賣的話 不會太虧喔 趕快經濟調節 轉出自己要的資源 還有科技出來 對後期跟中間的防守 會更有利一些喔 哇 這邊真的在瘋狂買賣 這裡又買200石頭 感覺右邊這裡可以再補一根堡 這裡再補一根堡可以挖石頭 右邊打出一個洞來 這邊緊急圍 市場很便宜 趕快用市場圍住 不要讓對方走進來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兩隻生女 不只五隻六隻 狂招 手術標起來 哇 這邊後面三隻招牆有點失誤喔 可能招到一隻而已 對 就一隻 尷尬了 大殼這邊直接損失所有的生女 這一波打起來 我覺得西班牙這邊是賺了 血賺 好 血賺寶取消 蓋到50%取消 只能拿回大概300多的石盒而已喔 這邊落魂就去往前 撞到了城堡囉 這邊用吸增吸引了這個城堡的傷害 在緊急拉走 好 直接中出了叛徒 直接中出了叛徒 好 那就好很奇怪 好 那莎莎莎莎這邊繼續補下駱駝 駱駝再轉奴隸兵 OK 那奴隸兵打西班牙增不走 也會有外增上效果 當然缺點就是太龍被吸增一槍秒殺 畢竟奴隸兵只有3點射程 好 這邊要用傳教士招翔 結果還招翔成功 西班牙這邊的招翔配上吸增打法 傳教士配吸增 這個打法非常的罕見 只有頂尖高手才會這樣打 這邊讓比較低分來打 通常這個手術跟我們太上 然後會弄巧成左 直接打GG這可能性是很高的 那看高手打就不一樣 好 這邊被關了起來 趕快扁開這個市場 趕快走 到底要趕快撤了 好 老頭招翔 把對方駱駝給逼退 可以世界兩邊都有做到 所以招就往後拉 稍微補一下吸增的血量 好 那目前兩邊都點下了帝王時代 薩拉斯人這邊的帝王時代比較快好 二級馬凱也補下了 好 城堡補在了右邊的位子 好 那西班牙人點下了救贖思想 有救贖思想的話 待會西班牙人就可以招翔正前方的建築物 這些軍營阿 市場阿 還有這個馬就 招翔到不一定要出兵 直接delete刪除了 就可以馬上拆掉敵方的建築物 這也是生旅果 比較常見的生旅潛壓 然後拆建築物開門的方法 那我總覺得又有一點 有點... 有點危險 他在這邊 然後對手現在在屯地用時代升級 點了異端邪說 異端邪說點下之後 即使被傳教師招翔掉了駱駝 駱駝也會自動爆料 好 重裝駱駝沒有先上 好 西班牙轉出了槍兵的升級 護衛技術重裝長槍兵 又這裡 雖然控制了農田控農戰時間 我覺得是小戰 小戰 但這一坨待會要出去很難出去了 完全都在敵方的城鎮中心的射程裡 除非直接走掉 那就令到敵人 好 沒有要打算要走了 直接開瓶加招翔 好 一隻傳教師被撐中心給射倒 招翔到了幾隻單位 但是奴隸兵 加上駱駝直接往前 A的上去 重裝駱駝還沒有好 直接包掉 沒有問題 只要讓西珍沒有再繼續打帶跑的話 西班牙政府者是打不贏駱駝的 因為攻擊速度差太多 基本上駱駝可以快要砍到三刀 西珍只能射一槍 所以攻速來說的話 駱駝跟奴隸兵還是比西珍好 西珍的優勢就是高傷害 射程距離比較遠 如果沒有辦法充分利用自己打帶跑的特性 這個正面一貼一定是貼書的 除非你能招翔一次招六隻 但是剛剛招翔也沒用 招翔的話也是立刻原地暴斃 並不會變成自己 所以剛剛也沒有肉盾可以擋在前面 這也是大殼剛剛的細節做得很好 先點一下異端邪說 雖然要花一千黃金 但他這邊投資的相當正確這個判斷 剛剛又應該是有發現 對方已經點了異端邪說 這邊勝率就不一定要點了 因為點下去其實也沒有很賺 除非待會殺身人 轉出重頭 西班牙人這邊再轉出勝率去招翔 可能會CP值再更高一點 目前打駱駝的情況 用槍兵加吸針可能就夠用了 生女的話還是要拿去針對大型工程器械 會比較好 像火炮啊重頭之類的 西班牙人這邊是點下了級兵的三級板甲 步兵科技慢慢往上升 薩拉森人則是點下了圍牆化學跟三級的馬凱 該升級的都升上去了 然後薩拉森人這邊的駱駝血量來到了巔峰 170滴血重裝駱駝 跟遊俠血量只差10滴血 所以薩拉森人在跟遊俠互打的時候 他的優勢是蠻巨大的 而且他還有這個奴隸兵 基本上打馬國是輕鬆屌打的 那以前薩拉森人跟西班牙這個組合 在HD版本的時候很常見 因為沒有其他的新文明 這兩個文明就是相愛相殺 兩邊都有克制對方的方法 那來到了2023年的年尾了 看一下這兩邊的文明打法會有什麼太大的改變嗎 還是說一隻老頭 招翔掉了一隻努力兵 那我覺得跟以前的打法不太同事 大家轉兵轉得更快了 而且甚至會提早去投資這個異端血縮 以前的話可能就是硬扛 硬扛對方老頭招翔 轉肉馬之類的 那現在會直接比較果斷 轉這個異端血縮 然後就去抱洛索 甚至連洛馬都不轉 這是一個薩拉森人的一個 近期比較大的轉變 Meta慢慢在變 喔這邊火炮直接被點掉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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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剛說火炮喔 哇 直接被槍兵戳爛 這邊槍兵有夠麻煩 駱駝完全打不贏 但還好薩拉森人即時轉出了火槍 火槍打不兵有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解掉這些疾兵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但彈道學可能要找個機會補下 剛剛損失了兩台火炮 現在遇到對方巨型頭時機要拆除 可能要拆很久 但沒有關係繼續出 既然薩拉森人剛剛經濟很好 來到三千多肉 那這裡稍微買賣一波 經濟調節一下 把這個錢全部花完了 轉出肉馬 那薩拉森人本身也是有大肉馬升級的文明 所以待會要從右側衝進去燒了也可以 而且他也有大衝車 火炮 要什麼有什麼 而且還有工程工程師 完美 哇 這邊直接用傳教士招降掉離職火炮 一端協說直接爆開 OK 西班牙這邊的打法非常正確 這就是中國第一高手 那西班牙人點下了工兵鎧甲 這個練甲技術 這個印刷技術也補下了 那一刷技術補下之後 這個招降距離會再加多加三點 西班牙人也點下了銀冠技術 這個異端審判 那異端審判點完之後 這個騎驴申驴 這個傳教士呢 是可以再加一點的射程 而且還可以提升他的招降速度 雖然最終他的招降的射程 還是比一般的申驴少了一點 只有11點的射程 但至少招降速度會少嗡一次 嗡嗡的那個時間 會少一點 也算是西班牙人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我是覺得西班牙人 起碼申驴這個單位 算是有點 怎麼說呢 說好一點也不好用 說不好用也不好用 因為他不好用的點 是他的造架 跟升級前期的手有點短的問題 到地獄世代 可能可以能用一些些 唉唷 這裡預判沒有成功 但他的優點 就是可以追敵方的工程器 直接被招降掉了兩台火炮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一般的申驴 走路申驴 目前薩拉生人已經知道 對方申驴並沒有放棄 而且火槍加擊兵 這個搭配 是打駱駝非常強勢的一個東西 那現在要打贏的話 薩拉生人可以轉出 步攻 或者是轉出馬攻 可以考慮的 那馬攻路線的話 跟犧牲護射 只有攻速上的優勢而已 那步攻的話 就會比較省資源 但是馬攻當然還是比較好 畢竟傷害比較高 造價也是比較貴一點 造價也是比較貴一點 火炮開始往前推 西班牙等一下精銳吸增 攻擊力來到了18加0 22加4遠防6 有 OK 薩拉生人 看來是沒有打算 要去轉出攻兵了 而是火槍一直線 一直射一直爽 然後用肉馬扛在前面 扛住擊兵的 正面衝鋒 然後駱駝上前 駱駝直接點後方的西班牙正負者 不要理擊兵 對對對 直接過去就好了 OK 上前只要砍到幾刀 有砍到就有賺 再利用後方的火炮加火槍對射 那火槍對射的情況下 感覺是吸增會有力 而且西班牙正負者的血量更多 火槍兵只有40滴血 90滴跟40滴 人家的火槍是你的一倍血量 但是後方有大量火炮 這一波挑戰生女 右轉出了一般的走路生女 尷尬 這就是尷尬的地方 結果右也是轉出一般生女 而不是打殘教士了 這邊兩邊互射 火炮要躲 還是被砸到幾發 吸增數量少掉了一些 大家兩邊互相開戰 都是用槍對射 果然是時代不同了嗎 熱兵器比冷氣兵好用多了 我就是物理性教 直接送他去見耶穌 西班牙人跟薩拉生人 兩邊都可以這樣打 火槍對火槍配生女 但目前看起來有先升級大洛瑪那一方 會比較好去偷其敵人家裡 我們平常也一直講過 你跟對方一直打正面 其實意義不太大 如果能BD去抽架的話 就要趕快去抽架 讓對方分一點兵到後方 正面就會比較好打一點 那自己大洛瑪一組往前送的話 被槍兵吃掉其實是很虧的 所以薩拉生人這邊 可能要趕快轉出 肉馬去後面 或是直接轉大衝車也行 這裡有個細節 薩拉生這邊轉大衝車 非常麻煩 因為他大衝車 只能靠火炮或是擊兵 去戳這個大衝車 而且火槍射大衝車 雖然有增傷 但也燒射很久 至少比肉馬還要扛 肉馬去BD前方用衝車往前頂 這邊直接鬼轉生旅 神權政治跟啟示思想 直接打一個生旅戰 招翔招爛後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右邊補了一根城堡 開始往前壓制 沒想到Dark這麼講武德 不打偷襲 打BD流 正面硬推推進 這邊中午開始要BD了嗎 中午要不講武德了 往後衝 哇衝了一波 西班牙趕快去後面救 完蛋了 家裡沒有槍兵防守 肉馬溜進來 全部的槍兵都在這裡 慘了也都在這裡 這邊絕對不能被控住 後面要再補一些軍營 但是這邊已經BBQ了 後面已經死傷慘重 這邊有一些肉馬也開始亂竄 也不管 但是西班牙有轉出一些肉馬 後面衝鋒抓掉了一些老頭 他有三隻老頭在後面 全部抓掉 哇 這波薩斯人也是血虧 後面的火炮還在往後跑 趕快拉串出來修理一下火炮 最後一台火炮都沒有損失掉 但是老頭是全死了 但老頭全死的話 其實這個結果也不虧 至少自己的犧牲 稍微安全了一點點 但是還有火炮的問題要解決 要解決這些火炮真是偏困難 現在西班牙人也沒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轉出大陸馬的升級 而且現在到處都有洞 隨時都有可能會被逼低 這裡槍兵要一直在農田這邊巡弱 可能要分個兩隊 這裡跟這裡 一直走來走去就好 那這邊火炮開始拆除農田中間這根寶 只要這根寶拆掉的話 唉唷 這個沒有打到 西班牙人想要上前直接硬點 點到的東西是對方火槍 對方火槍也是直接上前硬戰 完蛋 好險 還能接受 左邊城堡過來 洛馬開始亂竄 又打出了GG 哇這一把薩拉森人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右的前期壓制給的很足夠 但是薩拉森這邊的一個亮點是透過基金買賣 把自己的該需要的兵種轉出來 然後用大量駱駝加生魚反制了西增回去 那西增這個單位 應該對很多新手們來說是很難解的 這個有點像是波西米亞戰車 跟飛鏢騎兵一樣的感覺 這場比賽呢 又相當可惜 感覺是肉馬 有點晚轉出來 那我也能理解 為什麼又不轉肉馬 因為肉馬轉出來的話 薩拉森有奴隸兵跟駱駝 確實會被克制住 但如果當對方轉出生魚 對於打這個生魚戰 然後跟招搶你後方的火槍的時候 有一些肉馬 還是比較好去解決後方的生魚 除非你要互相招搶 但是有點困難 因為兩邊都有出火炮跟火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薩拉森人拿到九萬二支 真正贏了西增兩萬經濟 非常誇張 那軍事方面呢 KD來到1.27 西增則是0.7吧 感覺KD上來說 薩拉森還是比較優勢一點 那最主要因為是這個大弱馬 然後進去衝了一波 確實抓到了一些村民 經濟戰損來到58 不然他們兩邊對職火槍對射的時候 KD應該是快要到1比1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你們再見 !